要特别特别注意 今年的话喜怒哀乐 所有的事情的话会让他经历一遍 三心二意 朝三暮四 虽然表面上他可能由于偏印的年不说 但内心里边的酸甜苦辣 这个无二俱全 你产生了错觉 又加上偏印让你判断失误 十天干 丙火 在过去把丙火定义为阳光 定义为太阳之火 要是太阳之火的话 他的性情里边本身就是普照大地 阳光 太阳之火也表现在个性上面的光明磊络 公正 公正无私 甚至于有这种大爱 有这种博爱 重视这个表现 既然是太阳 整个我们太阳系里边就是以太阳为中心 所以他具备什么呢 服务于大众 有恩 情于大众周围的人 这就是说 丙火的这个价值 意义 丙火的人呢 也会表现出热情 这个豪爽 这个乐观 急急进取 所有丙火的人呀 你在这个 你的过去的同学朋友 所有的人里面啊 你发现这个 他具备这个服务心 特别强 你们要干点什么事啊 他这个说 我来吧 我来给你们那个怎么样啊 我来准备吃的喝的所有这一切啊 是兵火的人啊 这个 从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啊 呃 他需要啊 需要一定的权威性啊 这个 而且做事情很有干劲啊 我这个平常这些年啊 很多年以来啊 我就说这个人怎么不知道累呀 这个人怎么 这个从很远的地方走路来啊 这个为了参加你们一位 这个聚会啊 或者怎么样的人啊 这个 哎 一看果然是丙火的人啊 他做事情啊 不屈不挠啊 很多时候都忘了 说你这个 现在还干什么呢 事隔二十年啊 是我还干着这一件事情啊 这就是不屈不挠的表现了啊 比较中意起啊 这个 守礼教吧 这个 同时的话呢 这个 丙火的人啊 如果真的说过旺了啊 在这个 天干上 如果有遇到人水的刺激啊 我们过去经常说啊 人饼相战 分外眼红啊 他是说什么意思 他是受到了冲动了 受到了刺激了 受到了反对了 受到了这个 所有的这些啊 这个 压力的情况 他有的时候呢 会反映到行动上边的鲁莽啊 这个经常 很多人 但是丙火呢 很快就会自私 反思啊 我就说 你这个 怎么就跟人家动手了啊 结果警察来了啊 经常性的 这个 人水的 这个年里边 前年里边啊 还有这个 被警察给用口号 给靠走的啊 夫妻之间 打架 互相之间 动手了 什么情况啊 丙火的人也特别多啊 所有的这些啊 有虚荣心啊 这个 做事情的话呢 善于什么呢 善于霸好的 光明的啊 这个 正的一面表现出来啊 嗯 我们俗话说啊 这个人经常是 报喜不报忧啊 经常是这个 好事传天下 这个坏事不出门 丙火 善于啊 这个有他一个虚荣心啊 有这个自知力啊 啊 是这样啊 所有的这个 配合的好 丙火的人呢 会表现出来 他们的 智毛啊 智略呀 包括这个 实际操作上面的 这个 敏锐啊 敏感啊 这些啊 感情啊 很丰富啊 这个 爱 爱什么东西啊 这个 全毛啊 声势啊 名利啊 什么上 也表现的 会啊 过啊 过了啊 这个 呃 但是啊 丙火的人呢 经常说 你看他的这个 呃 气啊 这个说话的底气 有没有啊 这个 是不是 易怒的啊 今年 你去刺激他 会不会 他跟你翻脸 等等啊 是因为 今年的这个 甲木 对于这个 丙火来说呢 是什么 是偏硬 哎 偏硬啊 本身啊 具备的这个特点呢 是属于思考啊 细腻啊 机智啊 灵敏啊 这个 善于 啊 临机应变 啊 随机应变 嗯 具备优秀的这种 领悟的这个能力啊 观察人啊 也是观察的比较准啊 这个 老谋 深算呀 老练呀 比较能干呀 比较能思索呀 警惕性高啊 这个 也善于保守秘密 但是 甲木呢 啊 这个年 对丙火来说 是偏硬的 如果 丙火 本身 过忘了啊 丙火的人 生在春天 夏天 天干上面 再露出来了 木火啊 这个 甲乙丙丁啊 这颗星的时候呢 地支当中 有这个 银雾虚 四五位啊 这样的地支啊 要特别特别注意 今年的话呢 喜怒哀乐啊 所有的事情的话呢 会让他经历一遍 哎 这个 虽然表面上呢 他可能由于偏硬的年呢 不说 但内心里边的酸甜苦辣呀 这个 无二俱全 能够让异性啊 朋友啊 信赖 那 但是对于什么呢 对于这个 有 专门性的 企划性的啊 策划性的 专门搞策划的 企划的啊 创造性的 设计呀 方面呀 这个偏硬 都有他的这个 独特的见解啊 思想啊 思维呀 有高超的地方 甚至于也有 他很怪异的地方 擅长于这个 奇招啊 奇书啊 擅长于改变 现在这个 不好的这个景象啊 这个危机处理啊 公司里边啊 也是什么 也是偏硬啊 也是需要偏硬啊 但是炳火啊 在这个今年里边啊 所有的这个思想上面呢 他本身不具备这种 这个超凡的 怪异的 他只是这年里边 表现出来这方面 他就是啊 会有临时性的表现 性格呢 他本身是内向多疑啊 喜欢什么呢 喜欢一个人啊 这个自身 离群啊 读索啊 在今年里边 这些表现呢 都不是他原本的 炳火的表现啊 今年呢 突然之间 好像变得比较孤独啊 这个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 甚至于他自己还说啊 这个我现在开始讨厌 什么什么 这个 跟人啊 聚会啊 接触啊 嗯 常常常有什么呢 有这个 一定的啊 内心里边的这个悲观的厌世的一种心理啊 欲偏印的年里边啊 这个偶然之间呀 是这样的啊 但是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阴性的天干 蚁木 丁火啊 心筋啊 鬼水 这些时候呢 他是真正的啊 有一些啊 厌世啊 有一些抑郁啊 丙火是假性的啊 但是也会突然之间让别的人呢 很不适应啊 这个过去啊 一个朝之寄来啊 经常阻局啊 今年突然之间啊 不知道去哪了 人就不见了 消失了啊 这个打电话呀 联系呀 发短信呀 都不回啊 丙火的人在今年里边啊 不管说你在过去呀 有斗志啊 有目标啊 这个但是今年里边的都会有什么的 耐心不足啊 做事情啊 有些懒散 坚持到一半的时候 开开了个头 就不再继续往下走下去了啊 这个三心二意啊 朝三暮四啊 这个三心二意是什么呢 想着这个事啊 干着那个事啊 后后天又来了这个事了啊 朝三暮四是说 早上起来是三 晚上是四啊 这个反正就说他东不成西不就啊 今年啊 丙火的人就是要学习 学艺啊 这个哪怕是学艺些 你过去曾经很想学都没有开始的啊 就放在今年学啊 那你说我去赚钱去 我去奋斗 我去怎么怎么样 开创一个事业 我升职啊 我加薪 我干嘛啊 尽量放在第二位 放在第一位上面啊 这个先是学习 补充充电啊 补充自己的能量 是因为他跟你今年的性情各方面呢 就很吻合啊 如果是学习了一门新的技艺啊 技术啊 这个他这样的话呢 使得你马上开始有的可以标新立意的啊 喜欢走这个捷径的东西啊 如果要是说今年参与了这些东西 走捷径啊 这个不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性情性格啊 去这个暗部就班啊 炳火的人实际上是暗部就班的啊 这个今年就开始有旁门左道了 往往呢 这个今年欲偏印的时候 你要是一旦忙起来 就很可能啊 这个忙的没有一个结果出来啊 偏印过重的人 炳火生在这个春天啊 年干上面大运上面 在于这个甲乙木 银某木啊 这个会立体之心特别强烈啊 这个很多的时候呢 对自己有高估啊 会自己的这个人生价值啊 我看人家比特币涨了 当初我就说啊 两万块钱的时候 我就说赶快买啊 一定会涨到十万 那好吧 这个最怕是什么呢 啊 到了这个六万的时候 六七万的时候 他买了买了之后 哗啊 就像这是什么 这是对自己的这个过去的价值 判断上面 自我的这什么啊 你产生了错觉 又加上偏印 让你判断失误啊 这个乃至于啊 这个与人过去的很好的朋友啊 有会也会有这个孤独感 距离感 甚至于离你而去 包括偏印的年里边呢 夫妻很啊 融合的很了解的 到这年里边都经常表现出来你的这个怪异 让对方啊 难以接受 好吧 所以丙火的人呢 今年里边啊 这个做事情的话呢 这个要简单啊 尽量不要做大的投资投入这方面啊 善于学习 但丙火的人今年呢 能从通过学习 学业文昌获得超出所有人的啊 这些成绩来 好吧 谢谢大家